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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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你是在改变这场宇宙的游戏 因为其他人和其他生命体 因赞你这样做 而有机会去读取 这些从来未见过的新讯息 地球 只会得到更多 很多来自星制和天使的支援 因为我们知道 这份体验是有多独特 转发力量有多强大 不单只是这样 未来也会这样 而且 我们要说 这场的工程和体验 也都曾经发生在其他时间线上 只是每一次成功 但正正像我们说你们这样 你们已经成功了 而且开始经历扬升这个过程 体验生命的方式 有无穷的可能性 但在地球上的你们 仍然以善性的方式 去思考 而且以为真相只有一个 其实 对实相的存识 存在着很多的版本 你们只要调整自己的震动频率 就可以任意在这些不同的版本穿梭至于 但由于你们是透过头脑去理解实相 所以就会以为自己只是存在在一条时间线上面 而且也都未意识到 其实自己的线上线已经改变了 偶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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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你们没有意识到自己存在在这么多条不同的时间线上面 你们的高我一直都是知道的 高我可以在同时间目睹和参与这么高个版本的实相 只不过你们的小我不知道 但是 这个就是第三次完美妙的地方 也是这场游戏最关键之一 觉得自己和整体是分裂的 这点又独特又充满挑战 也是你们之所以降生在地球的原因所在 在体验阳星的过程的时候 千万不要这么心急 想着快点去达到目标 畢竟你们其实已经明白 多次完体验是什么滋味 但是你们不知道 如何放下批判 用这个机会 学会对自己慈悲 并且对他人慈悲 这个时候 你们在经历这个学习的过程 那些会令你们感觉到不舒服 感觉到沮丧 甚至感觉到快崩溃的感觉 都是因为你们来这里的目的 你们想学会如何穿越 最后 当你们学会如何去学 这一门功课的时候 就是可以将慈悲 整合的过程 教导在这个银和系的其他人 对于这些 让你体验到最低频状态的经验 你们如果懂得深挥感谢 就可以用不同的角度去审视 究竟在这场经验里面 找藏着什么礼物 令我们知道呢 晚上睡觉的时候 其实你们每个人都会灵魂出竅 去更高的次元向我们报告 夜晚刻的你们 是很忙很忙的 你们要到一个又一个的委员会 去参加有一场一场的会议 千万不要记得 所有更高次元的灵体 都是整体的一部分 但我们并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总是觉得自己和其他人是分裂的呢 为什么你们要做出这些决定的呢 还有为什么宁愿选择恐惧 而不是选择爱呢 你们晚上回报 大多都会和这些有关 一个灵体 除非降生在第三次元 并且拥有肉身 否则是无法精确地体验到特定的频率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你们降生在地球上面 好好回报最新的消息给我们知道 据理来说 我们是来自第九次元的星光体 所以就只可以透过第九次元的角度 去理解这个实相 唯一的例外就是透过通灵 当我们和灵媒共事的时候 因为能量和通灵互相融合 所以就可以透过这个通灵者 去看回地球人眼中所见到的世界 但大多数教高次元的灵体 不会这样做 他们只会在一旁观察 有时他们还会质疑你们的动机 而且不明白 为什么你们会在这个情境里面 去做这些情绪反应 去做这些选择的呢? 因为人类可以体验到情绪 范围实在太广了 要知道在宇宙里面其他的地方 有些生命体只可以感觉到五种情绪 有些只是感觉到十种 什么?情绪只有五种? 这一点各位大概很难想像 据理来说 有一只叫做卡西欧皮亚人 这一个人 总是可以感觉到的情绪只有两种 就是爱和慈悲 所以 一个卡西欧皮亚人 只是懂得爱 而且决定去降生在地球 日后 当他体验到爱相反的情绪 要适应的时候 十分之不容易 现在 你们每个人应该都已经知道 自己经历过很多黑暗的前世了 每当你们有人说 关于自己黑暗的前世 我一点都不想知道的时候 我们都不禁感觉到赞叹 因为你们前世所经历到的东西 一定是和你们今生要学的东西 有一些关系的 各位想明白真理的渴望 是十分之深切 为的是连接源头的能量 而经历扬升过程 基本上 和经历这件事 有一个莫大的关系 各位经常都提到回家 但是这一次 你们要做的不是回家 而在这里找到自己的家 我明白 那种渴望 可能深切到令人无法招架 甚至会造成绝望和疏离感 但是 是用我们再次提醒你们 重点 不是要你离开这个星球 而是要在这一份地球里面 去明白 八 将这个觉知感 带入身体里面 你经历过的每一生 你经历过的每一世 你的高我都可以意识到 他知道自己是多少次元的灵体 只不过这一刻 只不过这一刻 就在地球上 这些标记会告诉你 时间到了 快点醒 也是因为这样 在西元2012年 就是这个时间点 就是想令更多的人去觉醒 而你们基因资料里面 也有这个关键的记忆 使你们可以接触更高的智慧